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GS全联开发实战的课堂 那么今天这个新闻我们继续这个问答系统服务端实现 那么主要我们会实现这个问答历史的功能 那么问答历史呢,这几课就是我们分为四个部主 那么第一个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具体的交互流程 那么第二个是做这个,对这个问答 因为我们的问答历史,这个在我们的微信端是一个资议的菜单按钮 那么我们需要在服务端处理这个事件 那么包括对之前的代码做一些重构或者小幅度的改进 那么接下来是编写这个服务器的逻辑 那么最后呢是页面的编写 那么这几课的内容呢,我们可能会分为两小节 那么可以根据时间来定会分为两小节 那么现在就开始实际演示的阶段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进到我们的这个项目目录下面 然后启动用gob启动服务 对了 这个交互流程呢,我们需要首先介绍一下 那么用户通过这个自定义菜单 根据来查看这个问答历史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就是用户点击自定义菜单 那么我们服务端收到这个自定义菜单的这个事件类型的消息 然后呢,服务端根据这个用户的openMD 给用户推送一个页面的UIL 需要找到当前这个用户,然后给他推送一个页面的UIL 然后呢,用户收到这个UIL之后 他打开这个UIL 那么这个UIL里面带着有参数 那么这个请求会重新落到我们的服务器端 那么服务器端 处理这个请求的时候就给用户展示页面 那么用户就能看到他的浏览历史 那么我们这个UIL的样子呢 是这样的 就是WeChat History 然后后面跟一个UIL ID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实际的演示 那么首先我们打开APP Contrullers 然后WeChat 那么首先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处理这个事件类型的消息 那么对于事件类型的消息它长啥样呢 那比如说我从这个测试账号 发送你,就点一下菜单 那么可以看到他发送过来的这个Message Type是Event 那么Event是Click 然后Event Clean是Conversation History 好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先做一下处理 就是先把它抽出两个函数 那么ConstRandleWeChatTextMessage 我们要创建一个只处理能本消息的函数 我们要创建一个只处理能本消息的函数 那么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做一个判断 那么我们还需要创建一个HandleEvent Message 好 那么在这里呢 ifMessage 就是Message Message Type 等于 Text 那我们需要把这一段逻辑挪到下面来 那么如果等于Text 那么我们就HandleWeChatTextMessage 然后Request with Next 然后ElseIf 那么如果是Event 那我们就HandleEvent EventMessage 那么否则的话呢 就是无法处理的时间类型 消息类型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这一刻要添加的主要逻辑 是在会落在这个函数里面 那我们需要先把事件的类型 先把Message拿出来 Event 然后我们看一下 Event 和Event Key 那么Message Event 那么如果我们的Event 当于Click 大线Click 大线Click Event 那么如果不等于Click的时候 我们是无法处理的事件类型 那么如果是的话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判断一下 如果Event Key Event Key 那么等于 ConversationHistory 那我们在这里面需要做什么事情 那么Else 就是无法处理的单机事件 好 那么整体的逻辑 就是整体的流程写这里 那么在这里面 在ConversationHistory这里面 我们需要构造一个UIL 就是返回给用户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直接把Const Base UIL UIL 等于 然后在下面直接使用 这样避免重复声明变量 $Base 好 在这里面 那我们就需要给用户返回一个UIL Base Base 然后呢 是WeChat History 然后呢 这里面我们直接输出用户的UserID 下方向ID.toStream 好 我们的服务刚才挂了 那么我们把它重启一下 那么这个是事件消息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给它添一个路由 那么来处理这种消息 router.get 那么这个叫History 然后这是UserID 那么我们给它传的就是 这是一个点心的中间键 那么它的参数是这样的 然后呢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先去获取我们的这个UserID 就根据这个UserID去获取我们的User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Handle 有点Sync里面 这么多 if to require the parameter 但是 那么我们去查找这个用户的 就是我们先要检查一下这个paramount里面的user id 是不是有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根据这个user id 去找对应的用户 那这里面如果查找用户的时候出错或者根本没有找到用户 那么 new error 没有找到用户 好,那么在这里面我们 接下来就需要找这个conversation里面的内容 conversation.find 然后我们给它返回一个function 那么conversations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如果查找这个历史就是问答历史的时候报错了 好,那么没出错的话 我们就rester接上品 然后是user conversations 就把我们的数据以接上的格式输出来 我们先测试流程 那么先确认我们这个流程没有问题 我们再开一个table 然后去mangodb里面查一下 那么show database bases bases use 然后来测试一下我们的路由 然后来测试一下我们的路由 那么wechat history user id 我们到浏览器里面来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服务端的这个路由呢是正常工作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就是打开微信做一下这个简单的流程测试 就是说把这个 把这个流程做一下 我们把该折叠的折叠起来 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刚才改了代码 那么我们在这个wechat的controller里面 对这个handle wechat request做了修改 那么把它重构为一个分发的一个 就是新旧分发的一个函数 那么它会把这个text和event这两种事件分别分发在两个函数里面去处理 那么text的处理逻辑呢是之前的逻辑 就是自动问答的这个功能 那么event的处理逻辑呢 那么就是我们自定义菜单的处理逻辑 那么自定义菜单的处理逻辑 这里面会先判断它是不是单击 那么如果不是单击的话 那肯定是我们处理不了的事件 那么接下来会判断这个event key 那么event key里面是不是 就如果等于conversation这个history的话 那么它给用户推送了一个UIL 那么这个UIL里面就是我们这里面测试的这个UIL 那么这个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在服务器端增加了一个路由 那么在vshare下面挂点一个history 写杠UIL这样一个路由 那么用户的这个请求过来了之后 那么我们需要先去根据这个UIL 去查找用户 那么然后呢根据这个用户去查找它的这个问答历史 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就为了测试 只是把这个数据接上去的显示输出出去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使用微信做一下简单的测试 然后我们打开微信 然后来到我们这个订阅号里面的接口测试后 我们先把历史消息清空 那么我们点一下问答历史 那么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服务器端收到了一个这个 跟上面一样收到了一个click 然后unitab等于conversion history 这个 然后呢给用户返回了一个链接 那么我们直接打开这个链接 那么可以看到呢 用户端能看到这个真实的这个数据 好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这就是说问答历史这一节课的功能呢 就已经接近尾程 那么在下一节课的时候 我们还有 还有这个页面编写的内容 会使用VUI做页面编写的内容 那么我们在下半节做介绍 那么这节课就在这里 那么下一节课